全國的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政哥 歡迎收看 既不可思 加權沒什麼多空的問題 這個已經跟大家講 大概接近快四個月了 但是有選股的問題 你能不能找出五月份的新的標碼 這個決定你操作上 有沒有實質的很大的一個貨 我們來看一下 前天跟大家講有沒有 是我們會員的持股 我們大概在490買的 現在已經拉開兩層了 育龍旗下的育婦 織榮 跟他線上金流分期上機 你看今天的測標 電商三雄 什麼是電商三雄 這個就是電商三雄裡面最高價的那一檔 第三方支付的領導廠商 去年2022年的EPS 20.86元 你看日期 突破下降反壓線 這兩個點麻圈起來 之前在一月份 曾經操作過一波 一月份這邊的話 兔年福袋送給大家的支付網 這邊中端整理結束 果然做一個突破噴出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叫操作 有些人會跟你講說 這個怎麼沒聽過 我直接跟你講 黑貓白貓 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能夠讓你的股票 能讓你的荷包賺到錢的 就是好股票 這個有賺錢 這個不是沒賺錢 我們來看一下 2023年 最重要的是不是所謂的 綠介配 它會儲蓄給你10.1元 第三方支付的領導廠 那什麼是第三方支付 什麼是第三方支付 你去打手遊有沒有 有些要付費的 它透過一個支付的平台 所以你看 6763 今年的整個 重點在於綠介配 將從提供10萬賣家 會員的商業模式 增加提供到 百萬甚至三千萬的 買家的市場 這會讓國內的電商生態圈 再有一個新的氣象 那我今天測標為什麼要講 電商三雄VS 其實我是要跟你灌輸一個觀念 電商三雄跟貨櫃三雄有什麼不一樣 我們看一下前天 掌握起漲點 現買現漲停 前天開盤來 這個也是電商三雄前天 突破這個整理平台 有沒有賺錢 營收都在創新高 有沒有賺錢 4.63去年一整年 原本它是PCB的廠商 那你會發覺它已經轉型成功了 它現在在虛實結合 在台中嘉義台南高雄 各設一個所謂的實體店面 實體店面 也就是說 由電商再轉回來 為什麼 你會發覺這個叫做 概念電 你有一些年輕朋友 Palo P-A-Li-Li-O 這個起家在台北的五分譜 連董娘本身都蠻年輕的 時代在改變 你現在去Seven 或者是說 你透過整個這個 網購的這個支付 你會發覺 老一輩的消費方式 跟心理輩的不太一樣 這個就是趨勢 為什麼會有題材 為什麼會有趨勢 我今天直接跟你講 生活在改變 你像前陣子有沒有 大家有一個Chart GPT這個話題 那現在 你這個衍生出來的 所謂的電商 那我們可以發覺這一檔 電商三雄 等一下會跟大家來講一下 這個原本是PCV廠 它轉型到電商 現買現掌停 今天再供 創新高 Palo 這個女裝 評價女裝 這個是整個這個領導廠商 其中的一個品牌 虛實結合 它會在台中設兩間實體店面 嘉義 台南 高雄 也就是所謂的實體 形象概念店 自從設了形象概念店的第一間之後 整個營收就 供出來 結論 轉型電商成功 電商裡面比較貴的 賺比較多的 前天跟你講有沒有 我直接跟你講 這個叫做中段整理結束 中段整理結束 什麼是判斷中段整理結束的一個訊號 你直接看我電視 我直接教你 下降反壓線一突破 這邊月季線勾上來 就是一個中段整理結束的一個訊號 就是一個整理結束的一個訊號 另外電商三雄 剛才已經聊到兩檔 另外一檔 91APP有沒有聽過 91APP 這個也是電商服務公司 他的客戶全臉全家保養 這個雖然沒賺這麼多 但是他幫這一些通路 轉型 從實體轉型到一部分的電商 重點是這個領先突破 那你會發覺這個事實上跟所謂的AI有相關 為什麼 導入生成式的AI服務 D2C 直面消費者 直面消費者 以前是B2B B2C有沒有 現在是D2C 他會幫助這一些通路 實體的一部分的業務 開始來跟整個數位的電商來做一個結合 那貨櫃三雄呢 貨櫃三雄我直接跟你講 電商三雄是檔檔做噴出 這一檔 賺比較沒那麼多 但是你會發覺這五六天有沒有大漲 這個比較高價 然後砰砰砰 有沒有 噴出 貨櫃三雄一般人最喜歡的貨櫃三雄 我們講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電商三雄跟貨櫃三雄到底有什麼地方不一樣 三雄有兩種 舊的主流跟新的主流你會發覺 股價走勢完全不一樣 貨櫃三雄兩年前萬海長榮陽明 兩年前的主流是舊主流 現在的電商三雄是新主流 從冷門到熱門 以前可能很多人沒聽過 什麼叫美額塊 你現在知道了吧 亮出來了你就知道了 這個突破整理平台 亮出來你現在知道有什麼所謂的電商三雄 貨櫃三雄呢 你最喜歡的貨櫃三雄 現在有人還在操作貨櫃三雄 你都不曉得電商三雄已經噴出了 你還在貨櫃三雄 我直接跟你講啦 貨櫃三雄是舊主流 你如果在我Light你學會三線的 在110年它是可以操作為什麼 那時候是景氣循環骨子 疫情爆發塞港 現在呢 現在疫情已經解封了啦 沒有在塞港 爆價咧 爆價當然是由暴漲變暴跌 現在能不能賺錢還是一個問號啦 否則萬海不會這樣的走勢來 我直接跟你講 這是110年的4月 這個是它的一個賣出訊號 在111年的3月中 還有人說為什麼 Light你有學過三線向上 三線向下的 3月份這個叫做三線交叉向下 這三條參數我會在我的Light 直接跟你講 你學會這一招 你就可以取舉舉必凶了為什麼 這個如果往下股價在下面表示不可以操作 直接少一個100塊 你看今天喔 你直接看今天你還在貨櫃三雄對不對 幾乎已經快回到起漲點了 有恐怖嗎 怎麼上怎麼下 哪有什麼 這邊三線向上的時候 景氣循環股這邊三線向下 去年的三月中 果然 一路盤跌 中間會有反彈小反彈小反彈 但是整體趨勢不會改變 到最後破底 破底喔 這個就是貨櫃三雄 電商三雄咧 慢慢漲慢慢漲 這邊打一個底型是很漂亮 這個底型我直接跟你講 這個叫頭肩底 左肩底部右肩有沒有 左肩跟右肩又對稱 然後均線交叉向上 出亮 出亮之後 從冷門到熱門 我直接剛也跟你講過了喔 2023只有選股問題 那一些選不到標股的 會認為說沒行情 因為你可能選到貨櫃三雄 你還在舊思維啊 你還在舊思維啊 今年很好賺你知道嗎 二月份這個 二月份啊二月十號 AI 二月份 每個月不太一樣喔 二月份這個 CHAT GPT所演出來的 資安的一些股票 三月份 軍工保勝光學 這不好賺喔 選不到的 會灌輸你一個觀念為什麼 他會跟你講小股票 什麼叫小股票 從冷門到熱門 前面多了一個一百塊一百張就是 一百張多少你知道嗎 一百張是一千萬 十張就一百萬了呢 這不是錢 這不是錢嗎 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魔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魔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魔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魔爾堅持用心選股 全球經濟脈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選股策略 魔爾堅持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作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魔爾 名文俠爾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歡迎來電 0223946168 239461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 歡迎回到節目現場 從漁業到現在我是跟你講說 盤不用看太好 不用看太壞 但是重點在選股 你有沒有發覺 700點的區間 完全命中 那剛才為什麼要跟你講電商三雄跟貨櫃三雄 就是一個舊主流跟新主流的思維 操作股票你永遠如果停在舊思維裡面 你就跟不上新的主流族群 來 搶碳硬度 搶碳硬度 去年EPS是7.48元 掠奪者手遊要搶碳硬度 來 我直接跟你講 這個是母公司 這三個是子公司 有沒有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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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公司呢 有沒有噴出大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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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才已經跟你講過了 黑貓白貓會抓老鼠的就是好貓 沒有辦法讓你 在股票賺到錢的舊思維 你要摒棄掉 你要摒棄掉 這個在去年的11月 很多人也不知道這一檔 這是今年一大經典 去年11月卷支比開始 飆高到三成的時候 我在Light至少跟你講 10次到15次說他要軋空 為什麼是11月12月 這個叫起漲點 這個叫起漲點 漲到這邊來 有可能再漲 但是這邊 乖離有點過大 但是你會發覺 起漲點能夠掌握的 你就可以賺一大段 為什麼你去查他的漲之比 這一段是飆高到三成以上 這個在去年11月12月 它也是冷門股很多人不曉得 我直接跟你講 那時候1000張 那現在呢 現在8000張 多八倍 從冷門到熱門 這不是錢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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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段不是錢嗎 你有辦法買超過500張嗎 它有8000張讓你進出耶 那1000張的時候 你買個二三十張 是不是很好進出 選股問題啦 重點在選股問題 我是跟你講 生計族群裡面 這一檔也是噴出了 那 我有跟你講 昨天有跟你講有沒有 指標股是最高價這一檔 昨天是跟你講說 這邊如果沒過的話 生計股有些會開始震盪 有沒有 我是說領先跟你講 我不是看 哪一檔漲上來 我就跟你講什麼什麼什麼 我是跟你講 這一檔如果說沒有 繼續創高的話 生計族群也有可能 漲多會開始震盪 有沒有完全命中 加入Light at 佈局5月的新標碼 這個才是重點啦 講太多都是 都是沒用 我節目剛開始已經有跟你講 舊的主流 跟新的主流的一個概念 你好好認真去思考過 這個問題之後 來Light at 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提問 小老鼠 JR168 前面記者多個小老鼠 小老鼠不可以省略 那接下來 接下來 開始要進入除泉息了 掌握不到主流的 會跟你講說 今年很不好做 那掌握得到主流的 2月的零權 那不是錢嗎 2月這不是錢嗎 3月軍工這不是錢 4月雙煤這不是錢 這不是錢嗎 有沒有 現階段 講過去都沒有用 現階段我直接跟你講 掌握除息行情 掌握除息行情 有些你手癢的 你去空牆士股 你 你會被 嘎到龍卷 最後回補日 我直接跟你講 我不是在恐嚇你 你那 不會抗的 你去抗牆士股 你把它抗看看 你會被 嘎到龍卷 最後回補日 讓你補在最高點 才掉下來 那你沒經驗啊對不對 股票 三檔五檔 什麼叫殖利率 現金股力 直接除以股價 這個如果高 這個低的話 它就會變成一個 高殖利率族群 我舉例一檔 我們會員的持股 這一檔 它走勢比較溫吞 它不會像鄰群 它也不會像保勝 它也不會像 那一些標馬那麼標悍 但是這一檔 它的業績 三綠三生 什麼是三綠 營收毛利EPS 同創新高 低劑單劑的EPS 2.25元 它比較溫吞 我講話很直接 它比較溫吞 但是它還是有量 所以說 每個階段 每個階段 會有一個 不同的一個主流族群 它不會像 電商三雄 那麼彪悍 砰 一下就漲停板 有沒有 但是 你只要加入我站隊 你是我Light Act的一份子 掌握到新的主流 新的主流 新的主流這個最重要 那新的主流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很多人操作股票 我為什麼要講一些心法 來 這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多人賺不到錢的原因 是第一個 他會去攤平 你選錯了不用攤平 你懂我意思嗎 我就以這個萬海來看好了 你操作的時機點不對 我要你去年的三月份 三線向下的時候 你要賣出 結果你操作到錯誤的 你還往下攤平 178你買兩張 你繼續買 你買看看 這邊 150再繼續買 這邊繼續買 最後 少了一個100塊 你要怎麼買 所以說 操作股票有策略 心法跟技術 第一個 心法的部分 你要把它當成 武林密集 把它牢記在心 時時告訴自己 第二個 這個很多人容易犯喔 不敢買強勢股 你常常告訴自己 不要最高 什麼叫不要最高 買高 賣更高 標股真正在標 不會只有一倍就結束 真正在標 不會只有一倍就結束 你聽我的 真正的標股 它不會一倍就結束啦 所以你不敢買強勢股 你就是不敢買 剛創新高的個股 你不敢買才剛交叉向上的 你就操作不到真正的主流啦 然後很多人就是 買了之後 一直期待它上漲 一直覺得說會不會 小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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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趕快跑 真正的標碼 如果真正標碼你可能就錯失了喔 所以結論來了 我是不是跟你講說大錢是爆來的 為什麼這個可以前面多了一百塊還在爆 你是沒看過漲三五倍的個股 這個才漲兩倍而已啊 為什麼六十幾塊不能爆 什麼叫做六十幾塊不能爆 好 我直接跟你講啦 大錢是爆來的 十張就一百萬了 前面多一個一百啊 十張不是一百萬嗎 有沒有 大錢絕對是爆來的 你相信我 好 幾大主流跟大家講一下 會輪動 剛才的911APP跟那些有沒有 電商這個就是AI衍生出來的 然後 保勝光學就是軍工延伸出來的 車用 車用 電動車 能源車 包括儲能都一樣 生技 最近生技小賺賺是蠻多的 有沒有 但是我是跟你講指標股 有沒有 這個都生技啊 這個都漲上來啊 我跟你講指標股是這一檔對不對 對不對 這一檔如果說沒有繼續動的話 生技股就開始要進入橫盤整理 我說話就是這麼誠實啊 我看到什麼就講什麼 股票操作剛才跟你講 你很容易犯的一個心法 有沒有 心法 容易犯的錯誤你把它更正 然後我會幫你做一個全方位的一個策劃 你想辦法來找到我 參加我的Light Act 技術我會教你三線 什麼是三線向上 這邊時間快到了 這個我直接在Light Act就教你 你學會這一招你就趨吉避凶 然後操作你一定操作領先突破15973的個股 賺最快 哪邊有餘絕對要哪邊掉 你不要 舊主流跟新主流的思維 我剛才剛開始已經跟你講了 哪邊有餘哪邊掉 你不要停留在兩年前的舊主流舊思維 你會賺不到錢 而且你的股票可能會盤跌而下 凡走過必留下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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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這一場 大型講座講趨勢講選股的 唯一壓軸的分析師 沒有第二個只有我一個 由我們行政院副院長 沈榮金沈副院長來主持 好 我們下個禮拜見 謝謝各位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